距离一号顿购机的始发具有怎样的意义 对江英近江长江隧道的修建有何促进作用 中国顿购机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逆袭之路 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将为中国光刻机提供怎样的借鉴经验 我们都知道 中国基建一直都在世界上享誉盛名 深受世界各国的喜爱 也使中国基建在世界上取得了飞快发展 并且在全球基建领域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就有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然而中国基建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其中就少不了一款国之重器的助力 有了这一国之重器的助力 才让中国基建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并且接连克服各样的问题取得巨大的成就 据悉这一国之重器就是中国的顿购机 其在中国的基建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极大促进了中国基建建设的发展 不仅节省了工程建设的效率 而且大大节省了基建工程建设的成本 因此顿购机在中国基建的发展上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部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国内再建最大直径顿购隧道 江因静江长江隧道建设 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左线隧道建设核心重器 距离一号16米级超大直径顿购机顺利事发 这就标志着江因静江长江隧道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据悉 江因静江长江隧道工程 位于在建长泰长江大桥下游约27千米 江因长江大桥上游约5000米 隧道的建设将对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缓解江因长江大桥交通压力 增强长江干线过江通道通行能力 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加快洋子江城市群建设 以及跨江融合发展 服务墙 墓 美 高 新江苏现代化建设 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建设江因静江长江隧道的时候 由于面临着许多难题 其中主要由于顿购隧道 需要连续穿越多处高风险源 先后下穿有害气体层 即大堤 码头 船厂 码头等敏感建构住物 所以 现在施工过程中 会面临大直径 高水压 强透水 超长距离绝境等一系列难题 且施工沉降和防水控制要求极高 施工难度大 因此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中国基建团队在此项目中 采用了目前中国国内最先进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距离一号顿购机进行绝境施工 据悉 距离一号顿购机开挖直径16.09米 整机总长约140米 总重量约5000吨 可实现5000米超长距离 连续绝境不换刀 还配备多项智能化系统 确保顿购隧道实施 可视 可测 可控 可达 实现安全 高效 节能 环保的绿色绝境 解决施工难题 此外 为了更好完成江英静江长江隧道 中国还运用了匠心一号顿购 让其和距离一号顿购机相互合作 共同完成江英静江长江隧道的贯穿 据悉 匠心一号顿购机 自2021年年底顺利始发后 克服了疫情防控压力大 施工条件复杂 风险控制难度大等困难 按照高质量 高效率的目标 有序推进施工 目前已连续安全穿越两个一级风险源 顺利绝境500余米 计划7月穿越江北大堤 现如今 消息还指出 距离一号顿购机 正会同有序推进的右线 匠心一号顿购机一起 共同开启穿越长江的攻坚之旅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在建设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时候 国产顿购机在其中 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主要得益于 中国在国产顿购机上 取得了飞快发展 虽然现如今 中国在顿购机上 取得了飞快发展 但是 要知道 曾几何时 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顿购机 只能通过海外采购 才能够满足本国发展的需要 所以可想而知 中国此前在顿购机的发展上 处于极其落后的状况 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导致在顿购机的发展上 举步维艰 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困境 那么 中国国产顿购机的发展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 顿购机一直被广泛使用 在国外也已经有 上百年的使用历史 但是 中国顿购机发展十分缓慢 因为中国国内 此前进行隧道施工的时候 主要靠人工挖掘为主 这样不仅效率低下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 隧道塌方的情况 从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因此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提高工程效率 减少事故发生 中国选择加快 对国产顿购机的发展 当时 中国第一台顿购机 也是从德国引进的 二手顿购机 并且一口气花高价 买了两台顿购机 但是 在德国工程制 对顿购机进行维护的时候 却拒绝中国维修人员靠近 其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怕中国掌握了他们的顿购机技术 以此对他们构成威胁 因此才拒绝中国靠近正在进行维护的顿购机 对于德国这样的行为 让中国技术团队感到很气愤 因此 中国决定要研制出属于自己的顿购机 从而可以完全不受德国的垄断和限制 能够用自己的顿购机更有效率完成工程建设 这也成了中国科研团队的研制方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在顿购机上取得了飞速发展 而且也取得了较大成就 这也让中国完全可以不用受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并且现如今中国的顿购机可以说是享誉世界 而且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 纷纷选择来购买中国的顿购机 与中国加强合作 这也预示着中国的顿购机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逆袭 现如今 中国顿购机种类多样功能齐全用途广泛 并且中国在2007年与法国NFM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这就使得中国完全可以自主研发顿购机 且所有的顿购机都是中国自主研发 这也代表着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先进的 全系列隧道顿购机的核心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此前还研制出迄今为止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最大直径涂鸦平衡顿购机锦绣号顿购机 其总长135米 开挖直径12.79米 总重3000吨 装机功率7500千瓦 顿购机的推进 出土 拼装 管片等过程 都可以实现自动化作业 并且劳动强度低 预计每天可绝近9米 这就可以极大缓解繁重工程的工期压力 可以有条不稳推进工程 进而能够如期完成工程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顿购机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就让中国的顿购机摆脱了西方国家卡脖子的困境 完全实现独立自主 在世界上处于完全领先的位置 这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取得的必然结果 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顿购机发展的有效经验 中国光刻机也可以对其进行借鉴 制定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策略 能够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研发道路 中国国内各光刻机公司都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发展 以此来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 努力加快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加快中国光刻机走向世界的步伐 相信在未来 中国的光刻机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取得更大的发展 真正突破西方国家垄断